上期脱海利用第二种排水区跑法 战胜梁界成为新的传说 本期我们进入第二季 大家好,我是那个 拼错五期Innation都忘记改的全书 Paiset 由于第二季的制作组换了 所以大家需要稍微适应一下画风 故事一开始有两辆车正在对决 驾驶F4的是青刺 他从弯道外侧轻松就超过了对手 这些人都是一律波帝王队 队长是须腾精一 对内的车全是Lenevo 他们来群马线找车队比赛 如果对方输我就要交出对标 帝王队会将对标切开倒贴在尾翼上 有点类似以前战斗机上的击落标志 精一还说他们会在一个月内扫荡群马线 只有Evo才是山路之王 额外说明下 在电影版里面 精一是陈小春演的青刺是刘更宏 还有帝王队并不是反派 隔天阿树开巴偶带拓海上山 路上阿树跟拓海说 想给巴偶加装涡轮增强马力 拓海也是第一次知道车是可以改装的 这里明显体现出拓海对车的支持空白 而此时后面突然出现一辆Evo4 它轻松就超过了85 阿树感慨其出弯速度非常快 两升排量却有280的马力 这就是涡轮的威力 另外拓海觉得对方过弯动作奇怪 是因为Evo4是四轮驱动 接着在秋名湖畔 青刺和精一正在欣赏Evo4 说明下这个系列全称是Renser Evolution 是以Renser为蓝本开发的高性能轿车 主要是为了参加WRC 也就是世界拉力锦标赛 它在性能上确实强劲 并且四代也是大改版的一代 因此在正常人的认知里 这辆车的性能在山路上 不大可能输给其他车子 漫画里奇舰还吐槽过 真是下流的车子 这和他不喜欢GTR的理由差不多 接着阿树他没来到秋名湖畔 在拓海去买咖啡的时候 青刺去找阿树问路 对话中产生了一点误会 阿树以为青刺是来挑战秋名山的86 结果青刺却说 为什么要去挑战一个10年前的86 就算赢了也没有什么面子啊 他求我我也不会跟他比的 而这些话恰好被拓海听到了 只不过阿树比他更激动 所以拓海当时是比较冷静的 另外金一也让青刺说话注意点 他为青刺的鲁莽而道歉 同时他也重申了 并没有贬低开86的车手的意思 他们只是想表达 这个年代86不行了 补充一下在漫画里 金一他们出现的时间是在 拓海和贤泰比下山赛的时候 这场比赛被第一季给提前了 漫画中金一是有看到拓海的车技的 他也承认拓海的车技不错 但车子不行就是不行 金一走了之后 阿树还是有点郁闷 他不喜欢自己憧憬的86被贬低 虽然他也知道86的配置确实不行 但他提出可以给86加装涡轮 这个提议也得到了持股他们的支持 然而拓海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而且他觉得文泰应该也不会答应 不过阿树他们打算自己搞定 另一边金一去跟梁界打招呼 他们两个是旧相识 一年前梁界终止了金一的不败记录 而现在金一也要来终止梁界的不败记录 顺便他们也会挑战群马线 不过梁界说自己的记录早已被终止 打败他的是秋名的86 原本梁界是打算退居二线 但他不想被金一说赢了就跑 所以这一次梁界才会答应比赛 对了漫画里梁界讲话会更拽一点 他说会让金一他们领教自己的实力 而在梁界走了之后 金一突然想起来 阿树之前也提过秋名山的86 隔天晚上亲自挑战钟离翼 上坡赛一局定胜负 结果不用说大家应该猜到了 我甚至感觉作者对钟离翼是不是有意见 漫画和动画都是很快结束 一开始的时候是钟离翼领先 而在一个弯道时亲自从内道轻松超车 GTR这里应该是转向不足推投了 比赛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 钟离翼再也追不上青刺 他还因心急而撞车 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原因 首先梁界有指出是心态的问题 因为之前输给起街的关系 导致钟离翼有点怀疑自己的技术 他本身抗压能力不强 所以在这场比赛里就变得有点味手味脚 说明下漫画里这两场比赛时间比较接近 钟离翼这时还没摆脱影响 其次车子本身也有点差异 虽然两辆车都是四驱还有涡轮增压 但GTR是智能四驱 而EVO4是全时四驱 全时四驱就是任何情况下 四个车轮都有驱动力 它有三个差速器 而GTR的智能四驱 它一般情况下是靠后轮驱动 必要时才会将最多50%的扭力分配给前轮 且这个东西不受人为控制 它是通过感应触发的 比赛结束之后 帝王队收下对标 隔天这个事情就传开了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持股让队员们做好准备 不过因为拖海并没有正式加入 所以持股让拖海可以不用比 他们不希望秋名山的神话被灭 这里我们要提取一个信息 就连持股他们都认为 86赢不了EVO4 可见性能差距真的很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拖海竟然愿意比赛 他不想不战而逃 对此阿树表示很兴奋 晚上U1去找了文泰 他才得知原来文泰已经准备好了新引擎 这个新引擎现在在政治的店里 政治是汽车技术人员和文泰U1是老朋友 文泰说新引擎非常猛 如果换上的话 其他配置也得跟上 并且文泰还要亲自测试找出最佳配置 不过换之前拖海还需要做最后一件事情 那就是用现在的86输赏比赛 如果不输 拖海将无法体会 提升动力的可贵之处 简单理解就是 拖海现在只懂驾驶不懂车 另一边 京一已经确认 明天晚上去挑战秋名的86 原本京一是打算自己上 但青四觉得区区一个86 没有必要让队里的王牌出场 隔天拖海放学时在写柜发现一张纸 上面写着下树为了钱 和一个开奔驰的大叔去了旅馆 说明下这个是动画家的 漫画到这里时还没有相关消息 那天回去的时候 阿树说自己买的汽车杂志 上面有AVOS的特辑拖海要不要看一下 拖海表示自己根本看不懂 这也是拖海现在最大的问题 回家时拖海打开了引擎盖 这里面对他来说就跟天书一样 漫画这里的剧情是洗车 虽然这个桥段已经被第一季给用了 不过换乘打开引擎盖也是合理的 第二季就是要打开拖海对车的认知 随后持股过来通知晚上比赛 对方就是冲着86来的 只要能跟86比 其他比赛条件随便开 要上多少人都行直接比下坡 因此持股打算如果拖海输了就自己上 先二则准备第三个 毕竟不能什么都不做就放弃了 接着当拖海准备就位的时候 精一在一瞬间感受到了 这台86和驾驶者绝对不简单 于是他要轻次采用三号战术 轻次对此非常不理解 何必要小心到这种程度 这场比赛采用的是让步式对决 玛丽低的随时可以出发 玛丽大的则随后跟上 老样子为了让比赛连贯 我先把穿插的其他剧情讲一下 动画在这里提前穿插了旅馆的剧情 不过动画没有像漫画那么露骨 这里的剧情总结一下就是 夏树因为喜欢上了拖海 所以想终止和大叔这种不正当的关系 额外说明一点夏树不讨厌大叔 他之前觉得这样的交往是可以的 但拿了钱之后他也明白是不对的 随后大叔说如果不行可以加钱 夏树则比较果断的拒绝了 他是想跟大叔断得干净一点 然后这里有个动画没补的剧情 那就是大叔说要和夏树约会最后一次 只是纯聊天不做什么事情 夏树当时是答应了 接下来我们讲比赛 在86出发之后 AV4逐渐跟上 由于三号战术的关系 青四一开始只能跟在后面不容超车 精一会这样安排 是不希望青四因轻敌而失败 而拖海这时想起了他们之前青四86的话 他也卯足全力要赢下比赛 这场比赛的细节主要在赛道上 青四没多久就开始不爽了 跟在86后面都不好加速 这里我们要注意 路安时是86比较快 AV4是在出弯时才靠近86的 靠近之后青四又要松油门 他这时根本没有办法全力加速 同时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烦躁 另一边起接他们又来看比赛 根据梁界的建议 他们到梁界上次输的地方观战 很快青四终于忍不住超车了 他是在最长的直线道上超车 非常轻松没有任何问题 拖海都感慨 不过在得知青四超车之后 精一是非常不爽的这里要说明下 四驱只有在高速下采行飘移 且飘移之后油门要踩到底 俗称踩地板油 这时只能靠方向盘控制 油门全开是四驱飘移的基本 这是比较难掌握的技巧 而一旦掌握就可以在弯道压制对手 虽然青四的技巧没有问题 但精一就是感到不安 毕竟拖海战胜过两界 另一边正当青四觉得 肯定会拉开距离的时候 86竟然出现在了后视镜 不止如此导演还把BGM给换了 在一个飘移过后青四终于明白 自己刚才烦躁不是因为跟车不能加油门 而是他隐约感觉到86录完比自己快 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就是如此 另外直到比较短体现不出马力差距 也是无法甩掉86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就是五连发夹弯 不得不说青四的技术确实不错 对了画面中的四个踏板 最左边那个好像是给左脚球器用的 这场比赛优衣有带正志来看 在看到拖海用了排水渠过弯之后 正志惊叹到这紧直就像文太在开车 不过正是这时有说 这么开下去引擎会受不了的 可见拖海也是在全力追击 过发夹弯的时候青四再次惊讶 怎么那个86又追上来了 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对他来说86就像幽灵一样 青四怒道差点拔起方向盘 此刻他拼命的想甩开86 然而越是这样就越容易出问题 AVOS的轮胎已经过了 好在青四及时调整了心态 弯道不可能被超 直到也是自己快 这场比赛没有理由会输啊 此时山上的人还在等待结果 依然只有阿树觉得拖海会赢 回到比赛青四占据领先位置 确实正常情况下他肯定是赢的 拖海也再次感慨 这辆车出弯真的很快啊 他应该是第一次体会到马力上的差距 即使用第一种排水渠过弯 在出弯的时候也会被甩掉 因此他打算用第二种排水渠过弯 这样在出弯时速度就能跟上 只要能并排 他下个弯道就能占据那道 地点就在桥前面的一个弯 这些都是拖海自然而然想出来的 他自己也很差异 随后终于来到指定弯道 拖海入弯之后挂上排水渠 青四这时发现后视镜的86不见了 因为86出弯时跟他并排了 由于轮胎过热导致转向不足且内道备战 AVOS再无反超机会 这场比赛最后是拖海获得胜利 不过这一次拖海没有直接回家睡觉 他一点赢的感觉都没有 注意拖海这时应该是意识到了 在马力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 自己能赢是因为对秋明山非常熟悉 换成别的地方或许就输了 另一边京一给了青四一巴掌 他之所以让青四跑在后面 是为了可以更加了解对手 按照原定计划也不会输得这么惨 京一表示既然群马全胜计划失败 那下次就直接去找梁界好了 反正他本来的目的也是梁界 至于八六他会想办法处理 隔天拖海跟阿树说 经过昨天这场比赛之后他更加确定 以后不会在秋明山跟别人比赛了 他想去其他地方比 即使输了也没有关系 这天拖海又收到了一张纸 他心里也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半晚打工时京一来找拖海 他说我这几天会在赤城山练习 你技术确实不错 但八六已经过时了 如果你愿意去赤城山跟我比一场 那应该能发现一些问题 和秋明山比赛不一样 胜负会很快揭晓无法进行 但你应该可以领悟到一些东西 其实京一是一个不错的前辈 接下来的剧情就比较纠结了 拖海原本是想去的 不过因为周末帝王队要和红日比赛 最近那边的人会比较多 拖海不喜欢太招摇所以没去 结果晚上拖海就接到一个电话 有个女生跟他讲 去前门附近的家庭餐厅看一下 随后拖海就开车过去 路上他确认自己是喜欢下树的 这里说明一下他们虽然接吻了 但好像还不算在一起 很快拖海来到了餐厅 这里有辆奔驰 他也确实看到下树坐了上去 漫画里的地点是在旅馆附近 这是下树和那个大树约定的 最后一次约会 讲清楚之后两边会撇清关系 同时这也是一路向北的开始 是的只是开始 这段感情的收尾在第三步 由于这边离赤城山比较近 所以拖海开着八六直接怒冲上山 他来迎接京一的挑战 此刻拖海的眼神愤怒且坚定 而文泰这边似乎预感到有事发生 阿树打电话去拖海驾驶 才发现拖海已经开车出门了 建勒认为应该是去约会 直到夏树一个人来加油站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担心 拖海不会真的去找京一吧 回到赤城山 比赛采取让步式对决 开始前京一有说 这不是比赛而是教学 随后比赛正式开始 京一驾驶的是AVOL3 这场比赛特写变速相和引擎的部分比较多 在经过梁界附近时 京一还特意飘移离他近一点 四目相对这场比赛 是京一给梁界的挑战书 拖海现在的飘移相当狂野 他直接插着速从的护栏飘了过去 至于京一我们注意到 他的AVOL3专有偏时点火系统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有错情指正 涡轮发动机会有一定的涡轮池滞 低转速时踩下油门和提供冲力之间 会有一段增压的时间差 其中一种改进的方式为偏时点火 最早起源于拉力赛 在松油门低转速的情况下 让油物混合气体不用点火直接进入排气系统 由于头段温度高会燃烧 其产生的冲力可以用来推动涡轮叶片 减少延迟的时间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排气管喷火现象 因此增加偏时点火系统时 也要顺便强化一下排气管 这辆AVOL3已经被京一调教得非常好了 顺带一提GTR是用双涡轮增压 而AVOL4采用的是双涡流涡轮增压 这也是两种解决涡轮池滞的办法 回到山上量界品价京一 它属于那种开车一丝不苟忠于基本功 以合理性为前提的严格自律型 而且它的车技比一年前更好了 在回到比赛 京一看到拖海的跑法之后 也是感慨拖海的天赋和技术 然而86就是86 京一特意选在坡度较缓的地方 它利用一秒的直线再加速 从外道和86并排入弯 因为坡度缓所以86速度不够 而下个弯道内外互换 再加上优秀的出弯速度 AVOL3轻松超过86 旗舰直到之后非常不甘心 它不懂拖海为什么要来 不过在反超之后 京一才发现自己没有甩掉86 其实梁介也认为拖海没有胜算 一般情况86拼入弯 涡轮车拼出弯 但京一改了偏时点火系统之后 出弯和入弯它都可以了 再加上这几天京一都在赤城山训练 这场比赛从一开始比的就不是速度 梁介猜测拖海可能是为了发泄而开车 此刻86的排气声 更像是愤怒的咆哮 然而拖海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正踩着油门疯狂追车 过弯速度甚至比之前还快 京一很快就明白 刚才拖海因为不了解路线 所以没有办法极限过弯 现在在后面就可以参考前车路线 而从两边出弯加速的差距可以得知 86的过弯速度比AV3还快 京一再次感叹 拖海的控车技术犹如神迹 京一当时慌了一下下要不要加速 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按照现状跑是没错的 能控制好轮胎的耗损才是一流车手 注意这句话相当正确 轮胎过热或者磨损 都会导致高速行驶下的抓地力下降 接着在中间的一连串中速S弯中 由于两个弯之间能全开的距离很短 AV3还是无法甩开86 而拖海则靠着没有余地的极限飘移 拼命地在缩短两车间的距离 这简直就是奇迹般的表演 此刻拖海与86已经融为一体 人车合一 他们两个正尽情地疯狂咆哮 男儿教学很快就结束了 过完这些中速S弯之后 京一用一个假动作飘移为前奏 出弯时他全力加速甩开86 当时拖海一心只想追上对方 又爆缸了 在拖海下一时的控制下 86终于停在了路边 拖海看着引擎盖的烟不知所措 京一路过时有说 虽然爆缸也算输 但这并不是比赛 只不过你要明白一个现实 那辆车的寿命已经到了 趁这个机会换了吧 车技再好车子跟不上也没用 等你换辆好车时我们再决胜负 随后86爆缸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京一在扬言要打败梁界之后就走了 拖海则一个人看着心爱的86 这是他最喜欢的86 之后文泰开拖车过来 他是从U1的电话里预测出来的 在检查完引擎后 他们载着86走了 车上拖海想用自己打工的钱修好86 文泰则表示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修不好 转动轴断了 发动机被插了一个洞 现在也只能换新的了 听到这里拖海十分自责 虽然他很不情愿 但没有办法 随后拖海便流下了眼泪 文泰有安慰他 这不是你的错 你只是刚好碰上而已 这句话根本就是作者的一语双关 好了我是全书 大家也不用太伤心 下期来见证86的复活 我们下期继续